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章说 川普的退却毫无疑问将大大推动习近平成为国际社会的领袖 中国的专制政权会趁势做大 一个执拗与世界文明逆行的国家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习执政四年的历史证明 他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坚持与执着 远远超过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 甚至超过邓小平 他和川普的意味着 他坚守的意识形态有可能在全球扩张 1月20日 美国总统川普发表就职演说 全世界都在屏住呼吸倾听 这个就职演说基本上在线了川普的竞选思维和竞选主张 他的美国优先让美国的欧亚美盟友无不心烦意乱 无所适从 可是在中国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习近平刚刚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上高谈阔论的捍卫全球化的主张 纽约时报因此而把扛起经济全球化的大旗的桂冠封给了他 本来站在那个位置上的应该是倡导全球化的美国总统 在全球化面临进退和废存的关键时刻 正是全球化导致的严重问题 主导这些问题的舒缓和解决 可是现在扛起大旗的却是被广为诟病的奉行保护主义 在WTO中杨凤因为只管获利不守规则的中国和他的领导人 中国鹰派将军罗元对美中换位有这样的描述 面对川普时代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 造势而上 你搞你的单边主义 我搞我的多边主义 你搞你的美国第一 我搞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搞你的闭关锁国 我搞我的一带一路 你搞你的以林为赫 我搞我的木林安林复林 你搞你的美国治理 我搞我的全球治理 你搞你的不循规蹈矩 我搞我的遵守并完善世界经济新秩序 这真是一个极具讽刺的换位 川普和习近平分明拿错了脚本 民主国家的领头羊主动放弃全球化这面大旗 专制国家的老大却拾起了他 对这种美中意味 最直接的解释是 美中两国一个是全球化的输家 一个是赢家 输家要退出这个游戏 以为可以恢复自己的实力 赢家则攻城略地 全线进攻 但这种换位隐含着明显的不祥 甚至恶兆 第一 在全球范围内 民主退 专制进 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民主国家 若放弃领袖地位 是专制中国的最大利多 川普的退却毫无疑问 将大大推动习近平成为国际社会的领袖 中国的专制政权会趁势做大 一个执拗与世界文明逆行的国家 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呢 一个全能政府催生的中国模式 倘若此 那将是人类社会的最大倒退 这种民主退 专制进 也和川普和习近平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区别 有很大关联 川普是个实用主义者 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 对美国的立国精神和价值观不感兴趣 在他的领导下 一个坚守多元 包容等民主价值观的世界灯塔 会变成一个偏于异于的自私自利的大国 然而习近平正相反 他执政四年的历史证明 他对共产党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坚持与执着 远远超过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 甚至超过邓小平 他和川普的意味 意味着他坚守的意识形态 有可能在全球扩张 第二 在民主国家内部 煽动家 煽动的民粹主义运动 有可能导致专制同志 上个月金融时报沃尔夫在他的年度报告 2016民主的危机与煽动家的逆袭中警告 煽动家越是热情洋溢和野心勃勃 民主体制就越有可能沦为专制同志 煽动家是民主的软肋 川普几乎是教科书式的煽动家 通过煽动赚取权力 变身为独裁者的例子 远的有莫索里尼和希特勒 近的有查维斯和普京 具体到川普时代 如果参众两院再加上高法 都支持川普的话 总统的权力就会非常大 大到无所不能 三权分立就会名存实亡 如果川普再动用自己的权力 来封杀他厌恶的第四权媒体 美国的民主制就会严重变味 第三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有可能坍塌 川普希望美国退出国际秩序的领导角色 而中国领导人正跃跃欲试填补这个空白 重构世界新秩序 川普在白宫的第一个办公日 就签字退出了美国在经贸领域的现有秩序 退出TPP 重谈NAFTA 至于政治领域的国际秩序 目前已有共产党人 共和党人联署建议美国退出联合国 金融时报总编巴伯 在2016年度报告中指出 今年我们见证了许多不可想象之事 自由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石已被撬动 我们似乎正在亲历现有秩序的毁灭 这话不是耸人听闻 总之美中意味能不能不让人问这个问题 难道守城大国和新兴大国的权力转移 就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完成或接近完成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所做的报道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